大家好,说一则前两天的财经新闻 据说是将有22座城市 包括北上广深什么的 要开展住房养老金试点 你琢磨这个词嘛 住房养老金 他不是说给人的养老金 人的养老金是你退休之后拿点钱嘛 那那个什么叫住房养老金呢 那肯定是说你的房子一直一直住 那可能就需要有人给你维护 什么保养呀 什么刷个漆呀 里边电梯呀 什么楼梯呀 需要人保养嘛 现在给这个楼房养老 那这个事儿呢就需要收一笔养老金 你看官方解释呢 是人会老 房子呢也会老 所以呢 人缴纳人的养老金 退休之后呢 也可以领退休金 房子养老金呢 不是发给房子的 而是用来呢 给住宅维修用的 它是从原来的住房维修基金发展而来 为什么弄呢 说一 原来的住房维修基金是一笔沉默资本 就是钱放在那儿 没人用 而有的小区呢 有的这个业主啊 交了这笔钱 有的业主呢 就没交 而且真到使的时候呢 有的业主啊 就同意使这笔钱 有的人就不同意使嘛 最常见的 假如说啊 一个楼 有十层 你说十层呢 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 它不像像北京吧 像我们家原来的房子呢 比如说老一家的吧 我老一家那房子 在这个理事录那边 都是那种六层的楼 它所以没有电梯 那没电梯呢 就是个问题 比如老人呢 你说一层楼 努努力还能上去 从一层到二层 但是呢 一旦说老人住在三层四层 那爬楼啊 就是个体力活 其实挺麻烦的 不太适合老年人居住 而你去这些老小区呢 你一看还都是这种 老年人比较多 要是十层楼呢 那更可怕了 那老人可能都爬不到十层 直接是吧 直接就送医院去了 也不太合适 所以最后有人提议说 能不能呢 我们改装一下 给这个楼呢 假如有条件 在外侧呢 给它装一个电梯 这种有啊 当然北京可能难一点 那装电梯 能不能装 当然可以装 但是有人就会反对嘛 就说那我住一层的 二层的 我不需要电梯 凭什么要用这笔钱呀 业主不同意 这很正常 那这时候就商量了 这钱到底能不能用 人家说这钱我也交了 但是我不同意你把钱 就是一层用户 说这钱我也交了 但是我不同意你把钱 用在装电梯上面 你要说进个花园啊什么的 我支持 这很正常 谁也不希望呢 说我交了钱了 这钱呢 用到了我根本用不到的地方 那会产生私逼嘛 所以这些钱就用不了 就产生了叫沉默 叫沉默资金吧 他就是这个 很多老破小啊 根本没缴纳过这笔钱 很多新小区呢 却缴了这笔钱 那这钱呢 由政府统一调拨 老小区呢 却能用 那新小区呢 觉得非常不爽嘛 我交同样的钱 对吧 结果这些没交钱的老小区 他们呢 可能是这笔钱 我使不了啊 凭什么呀 因为确实嘛 老小区他才需要维护嘛 新小区一般还行啊 电梯也不用换啊 什么的 就不需要维护 那这也是个问题 就是属于 就是不能说分赃不均吧 就是钱的使用不太公平 就有点类似于说 年轻人辛苦赚钱 给老年人呢 就算他们的退休金 养老金 那年轻人肯定很不爽嘛 说大不了我不交了 而且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问题是 很多这个 有些房啊 它压根就 可能没出了类似的钱 它买房也没交钱 可能是什么国企央企啊 事业单位政府啊 分的 然后他们呢 也能是这些钱 那肯定有人非常不太爽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主要问题 然后很多人呢 评论区 你看这些是观察抓网啊 我算是国内非常保守 偏右翼的这个 新闻网站了 那底下评论就说了 说这是宁可推行 推行这个住房要老金 也不推行啊 损害权贵利益的 直接税收体系呗 人家发达国家 都有直接税体系 难道我们就这样 一直没有下去吗 就什么叫直接税收呢 就比如说啊 像那个房产税 你买了两套房 三套房 按照你多买这几套呢 你要直接按照 它的一个市场件 来有交相应的费 相应的税收 当然了 直接税收 好不好呢 有它的好处 但是呢 也有它一些弊端吧 就比如说呢 很多这些资本家 企业家 安内卫吧 无所谓吧 他们呢 会通过各种各的避税方式 人家真情好律师啊 人家有各种各的避税方式 把他们的房子啊 什么的诸如此类的 以 比如企业经营 什么之类的方式呢 把房子融在他们的公司里头 结果他反而呢 他买的房多 他也不用交税啊 还有人说呢 说住建部的新发明 住房体验 房屋养老金制度 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说法 房屋是财产 人不需要养老 人是人 房子是物 即便是残疾人 智障人士 国家社会呢 也需要照顾他们制度死亡 而房屋服务其满啊 就可以拆除重建 甚至还没有盖完的烂尾楼啊 都可以炸掉 怎么能和现在社会保障人权的养老金 混为一谈呢 其实我觉得住院部啊 他用这个养老金这个词呢 只是为了方便他推广啊 以及方便别人理解 那就是养老金 对吧 你看老年人啊 甚至中年人都很关注自己养老金 那我为了这个政策呢 能推广顺利 我们呢也管这个房子养老金 是吧 你看你 你需要养老 你的房子不需要养老吗 那钱我是不是收的就感觉 就是顺理成章一些 他其实为了这个目的啊 但是哥们说的也对 就是对吧 你房子能拆除重建的人行吗 人不行 对吧 你这房子不是不适合住了 你就拆了吗 拆了重新盖 但是我问你啊 这个珍珠拆了重新盖 这钱谁出啊 钱谁出啊 反正开发生是不会出的 因为他钱已经交完了 对不对 那正不会出吗 政府也不愿意出啊 就我这要出一组 这本来我没出钱 现在凹70年了 翻新一次 我得出钱 那钱肯定是吧 这非常多嘛 那政府不想出嘛 这很正常 评论区呢 有人说这个职业税收啊 有问题 但有人就回收 就解释嘛 说职业税收 没有你想那么可怕 比如说啊 说直接税是对资产的征税 只要设定的征税标准合理呢 那么所有中产群体啊 都可以 不在直接税收的覆盖范围之内 比如说 我只对300平米以上的商品房征税啊 那说话 这个你都 无法说服我啊 那这么说吧 北京市的300平以上的房子 和这个 一些18线城市 300平房子 它是一码事吗 对不对 那肯定不是一码事嘛 所以你一刀鞋 用多少平来计量啊 其实不太合适 那北京一个老婆小啊 可能就50平啊 40平 甚至30平 那价格可能比18线城市 一个200平的房子都要大 对不对 所以说 他得那么解释吧 反正不具有这个 绝对的正确意义啊 然后呢 就这个 有右翼的地方呢 他都会有这样的评论 大家对政策都不看好啊 那根本是左翼的啊 左翼自由派 那肯定喷的更多了 但是今天呢 辟谣了 你看朱建部说啊 朱元部官媒发声说 房屋养老金不是房地产税啊 公共账户不需要老百姓出钱 说这是误读啊 严重误读 然后呢 朱元部的副部长呢 说试点的重点 是政府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 这里的公共账户 并不需要老百姓出钱 他说不需要老百姓出钱 就下结论 说政府啊 要收这个房屋养老金 他简直呢 说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已经有了 他就说住宅维修资金 就是能用在养老金账户里头 说呢 地方城市啊 可以通过地方财政补贴一点 土地出让金 规及一点 他还是解释吧 就是说不是老百姓出钱 政府自己自筹 通过什么土地出让金 什么地方政策补贴呀 对吧 他不用老百姓直接出钱 解决呢 是像比如说房屋坍塌老化 都能造成了这种风险事故 听着好像有些道理啊 但是像 知乎 知乎比如说就有人说嘛 先别看知乎了吧 还是看观察车网 对吧 直接对比一下右翼媒体的观点啊 说房子本身是开发商 建设时质量破关 导致呢 房屋寿命不长 10到15年呢 房子就开始严重老化 根源呢 是建设的材料啊 问题 别有用途的人呢 会趁机造谣 但有人说呢 这是羊毛啊 处在羊身上 就是说 说是不用老百姓出钱 之后呢 还是会通过其他方式把钱收回来 这个观点啊 他有人说 如何那如何确保 专款专用呢 他人说 一鱼多吃 一鱼多吃是吧 就好两把羊毛啊 知乎这么说的 知乎说官媒应该更严谨点 加上直接 现在等等 这个字样 定语 也就是呢 公共账户现在不需要老百姓直接出钱 因为只要这笔钱 比如说 美国不是来自外国定向捐赠 不是来自呢 对富人的定向征税 比如说财产税 遗产税 资本利得税 说实话 政府其实不太敢收这个什么遗产税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怕把这个富人给吓跑 富人在吓跑呢 那很多救援岗位啊 工作机会啊 都会没有啊 你说美国为什么敢收呢 因为是美国那边啊 他事业第一 就是你跑哪去 对吧 你不在美国待着 你前去去其他国家 你还不如我美国呢 老老实实 在我美国交钱拿税 我美国呢 老百姓出啊 那肯定是见解要老百姓出 所以为啥呢 羊毛出在羊身上 还是这个逻辑吧 这点道理呢 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啥疑问啊 然后他说结论什么呢 说必然是存两房持有人掏钱 就买了房的人来掏这笔钱 这个逻辑才能避还 而且还有一点 如果没有相应的利益反馈设计 那么买高质量住宅的人的缴纳的房屋养老金 将贴呢 买低质量房屋的人 对吧 那你说富人能同意吗 富人肯定不同意 富人本来有钱 富人他具备的全世界移民的能力 一般呢 穷人和中产阶级 他相对比较难移民 甚至移不了门 对吧 你去挤压他他跑了 那这可能比较低 富人呢 那真是 你让他比如说交的税多 他不爽了 他真的会跑路 所以呢 其实咱们是不太敢对富人大量征税的 那谁来出这笔钱 那答案这个不言自明嘛 那富人有钱人出不了钱 那别是中产和穷人来出这钱 咱俩穷人也没什么资产 他也出不了 所以主要还是向这个中产阶级啊 来耗羊毛啊 还有人说呢 说啊 政策制定方面 本来就不参与经济生产 就是他在政策制定完之后 不会给你赚钱 他不参与生产啊 经营啊 盈利啊 不参与 对吧 那所有的经济来的决策 结果本来就是啊 由全体人民买单 他说 他扬拐气啊 说 总不能呢 再大搞基建 修乔布路啊 高楼林立啊 那个年代 就比如九年代 00年 诸如此类吧 我们就高呼 厉害了 中国速度 诸如此类的 等要开始做维护成本的时候呢 维护考虑 就是吧 你看 你光建没问题啊 对吧 那就有建筑团队 建筑公司建完就完了 然后呢 前列出的 对吧 那就买房人啊 什么银行啊 是吧 等要开始维护的时候 考虑维护成本 就说这我钱不能动 这就不合理了嘛 喊口号 或这个大快 大不快胜 那会儿呢 也是他们 这样他们掏钱维护时候 你又不掏钱了 对吧 那有点割裂嘛 好吧 后边的不用再看了 基本上 观点差不多 虽然说是不用老百姓出钱 但是呢 他一定会以某种方式 把钱给找不上 比如说吧 银行印钞票 对吧 我直接把这窟窿填上 那一文钞票是不是通口膨胀 通口膨胀之后 谁来买单 那不是老百姓买单吗 对不对 我买一肩命 你说十年前二十年前 一肩命两块钱三块钱 那现在肩命多少钱 十块起步 八块最便宜了 对吧 你到时候通口膨胀 那是不是15块钱一肩命 是不是 那倒还是我出钱嘛 好 今天新闻说点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转按推荐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